HELLO 大家好 我是明德 游戏厂商真的是令人猜不透啊 不只专挑冷门作品 还挑了当时具有争议的游戏 评估上架前没有去试掉一下吗? 纯白和弦 开发商是中国的育龙信息 为该公司的第一款手游 而代理商是各位最喜欢的 新干线 老实说我真的没料到 他会代理这款游戏 上个月开服的只见江湖 虽然广告费傻了不少 也有看到不少商业推荐影片 但讨论度始终拉不起来 归根究底 毕竟游戏的好玩 是无法持续靠买量来维持的 用户最终拿到手的体验才是真实的 而当时我就在想 新干线是不是要搞什么大的 结果 92 一款今年在中国5月上架 现在已经量到不能再量的游戏 而且陆福在上个月的营收 仅仅只有那款 用爱跟佛心应允的 召唤与合成2的10分之1 而且目前B站的官方 连后续的PP都懒得做了 这款当初会量量的原因 最早是出自于内册期间 剧本文案的作史 简单来说 以主打女性利惠加2次元的抽卡游戏 玩家如果非旁观者 且有参与剧情的演出 按正常的逻辑来讲 除非游戏本身的设定就是具有CP属性 不然只要在剧情上 能与玩家互动或者暧昧的角色 大多不是能抽来收编当后宫 就是一个纯友情的设定 而且游戏简介也说了 玩家作为指挥 带领少女们向魔舞华丽宣战 后庭亲密互动 与他畅想 轻松休闲时光 看到这 依照玩家的正常心理绿色 若非百合像就是后宫像的作品了 结果 编剧那晚可能喝多了 剧情上出现 卡池中的角色是别人老婆的设定 而你只能人眼在旁边看他们谈情说爱 真的是伟大绿色工具人啊 但后来这件事情被玩家冲烂 到正式公社以后就已经改掉了 如今已经看不到血流成河的后续了 有些狗血的剧情 戏剧中看看就算了 毕竟观众都只是作为旁观者 但如果要作为有带路感 想卖利会的抽卡游戏的话 厂商就要三失了 当初有一款解神者 就是因为这样被玩家骂爆 而且这个超高的负评 也成为无法撼动的存在 至于这个厂商是不是想学他搞个黑红趁热度 还是单纯编剧放飞自我的产物 至今已无从得知了 但厂商如果想端二次元这碗饭 就要明确的知道 到底是要吃谁的市场 别弄得两边不讨好 当然评测还是要看各方面 剧情也并非人人都关注的重点 毕竟单纯冲则利会的人也带有人在 只要你跳得够快 谁都不会受到伤害 至于四驢是马 六六就知道了 首先利会方面 打开了有这个描图转场 好不好看是一回事 但我觉得是挺多余的 辽配的日式Live2D 这系列我看下来都快审美疲劳了 虽然比不上现在一堆大厂的怪物水准 但从服装配件的细节上来看 至少做的不马虎 美术这方面还是很用心的 人设部分会写上参考的歌剧来源 但是不是真的做到意义上的考究 还是只是生搬硬套就不得而知了 之前网易有一款换书启示录 就是用苏拟人 虽然看起来很创新 但在考究分类上就很随意 强度也乱七八糟 真的是想到什么就随便套 结果一年不到就掰了 也是挺惨的 然后我要嘴这个养成系统 也太逆天了 这个等级上线的突破 有8次啊 然后命座的需求又是那种 逐步上升的类型 而提供的数值都是那种复制切上 每个角色都差不多 一看就知道是用角设计的 然后这个公司的UI设计 跟人物美术肯定不合 图标上看上去都挺不搭的 还有这种换皮感的风格 剧情方面我不是作为学姐的小跟班 到处冒险 但我在整个游玩过程中 都觉得他的比重比较高 几乎所造之处都有他 搞的玩家很像透明人 反而他更像主角一点 然后原本让人沿上的剧情 跟角色都直接替换掉了 我目前玩到第四章 看上去也很正常 但会不会后面暗藏玄机 就不好说了 战斗方面 现在是不是只要看似 塞了个选择题的机制 就能称自己是rogelike游戏 作为以素质、养成、导向为主的抽卡游戏 是真的很难将随机性做得很好 如果你真的做得太好 就准备被老板开除吧 反正我是没有感觉出来 这随机性的重要性 一路上就是闭着眼随便选 auto等他打完就接着下一关 并没有真的感觉到对战斗有什么影响 而且如果真的打不过 也肯定是无反靠滚之腿的buff通关 升等级拉素质 仍是最靠谱的老办法 至于这个战斗建模 我感觉是连公主连结都比不上 而作为小厂在课金方面可没特别大方 10抽也是落在700元的大众平均线 搭配经典的80抽保底 而其他该有的礼包当然也是一个也不少 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小厂想跟风圈钱的作品 整体没特别突出的地方 美术算是唯一的优点 主打的漏歌元素可玩性并不高 而剧情上没配音 玩家的表现又很像路人 十字无畏 弃之不可惜 真的要不是当初搞了剧情那一波 或许连被讨论的机会都没有 目前入伏的玩家技术也不高 后续能不能稳定更新也是挺恋人担忧的 结论 给予无为不至的守护 但他的眼里却只有胖虎 或许厂商自认的游戏品质不错 想在海外寻找翻身的机会 上一款也这么想的游戏叫做周末战线 最近台版刚开服看起来还很有战力 但早一步开日服已经是越来越惨淡了 我感觉之后应该会殊途同归吧 也获取台湾代理非常看好这款游戏 并且能扩充手头匮乏的产品类型 毕竟之前开发游戏并不怎么样 而且现在中国要在台商家游戏 真的也不是难事 相关的代理广告商随便抓就一大把 能留给别人的成根剩饭确实也不多了 好像最近这几天的广告也是越来越扯 现在5年研发已经不够看了 直接进化到20年研磨4K画面了 不然就是各种网路到处才做广告 这些广告商真的是从来不会让我失望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明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